周二 加州参议院公共安全委员会 投票通过了SB94号提案 这项提案由民主党籍州参议员柯蒂斯提出 微善高等人撰写 主张为在1990年6月5日前 犯下谋杀和连环强奸的死刑或无期徒刑囚犯 争取案件重审的机会 只要罪犯复刑超过20年 将能由公辩律师代表接受重审 还可能获得假释资格 这项提案也遭到民主党部分官员 加州地区检察官协会 以及犯罪受害者联盟等组织的 强烈反对 德州州长阿伯特也推文表示 加州正在提案释放高危死囚 这在德州永远不会发生 面对加州接连提出帮助罪犯的政策 请政国呼吁所有民众发声 捍卫自己和社区的安全 这些法案是谁提出来的 请你务必增亮你学亮的眼睛 不要因为就说这些人常看到在社区上 或者哪里的剪彩 或者看起来这些人就是很和蔼可亲 你就来支持他并不是的 你除了选票之外呢 你还可以发声直接就到市政府 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发声 那我们也听到了 接下来SB94号提案将在州议会 继续投票表决 一旦全部通过 将由州长纽森签署立法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嘉英 洛杉矶采访报道